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士困极了 她昏昏一睡 张嘴打了个哈欠 海水收得涌动起来 她嘴里的珍珠滚了出去 大头鱼先生游上前来 葛律女士你别哭 我会找回你珍珠的 说到做到 说完 他们的浮身下浅 警惕海底收收的向前游 仔细的查看 每一寸热闹的海底沙地 大头鱼 在她以为能找到珍珠的地方 找到了一颗 脏细细的弹珠 这时 大头鱼一样快 我像鲨鱼一样强壮 我像鲨鱼一样强壮 我也能像海豚一样聪明 但是我怕黑 大头鱼继续沿着海船 一路沿着 她穿过海礁 绕过沉船 远远地游离了海岸 大头鱼 大头鱼觉得 郁闷的情绪 一点一点 消磨着她的信心 这时 之前的低语声 在耳边再度响起 她沿着斜拨 滚到下面去了 于是大头鱼继续向大海深处游去 海里的光线越来越暗 大头鱼的心 砰砰直跳 神情也越变越严肃 我像鳍鱼一样快 我像鲨鱼一样强壮 我像海豚一样聪明 但是我怕黑 扭来扭去的乳虫们围成圈 排出漩涡式的搜寻队形 帮助大头鱼一起搜寻 哈欠珍珠 但是一无所获 大头鱼绝望了 这时 那温柔的声音 又轻轻地响起 在海沟里 去那儿找找看吧 于是大头鱼继续向大海深处游去 海里的光线越来越暗 大头鱼的心砰砰直跳 神情也越变越严肃 我像鲨鱼一样快 我像鲨鱼一样强壮 我像海豚一样聪明 但是我怕黑 我可不要继续待在这黑漆漆的地方了 我知道 我承诺过 但是大头鱼该回去了 这时 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 将大头鱼的恐惧一扫而空 你能做到的 大头鱼先生 那甜美的嗓音在耳边轻轻响起 尽管周围没有任何光亮 一丝一毫微弱的光亮都没有 大头鱼还是感到勇气倍增 闪光鱼小姐来加油 两个人在一起比鲫鱼更快 两个人在一起比鲨鱼更强壮 两个人在一起比鲫鱼更聪明 两个人在一起勇气比黑暗更强大 于是 他们俩手牵手 肩并肩一起向大海深处游去 突然 令人惊讶的 大头鱼和闪光鱼小姐 到底遇到什么事情了呢 他们有没有帮蛤蜊女士找回珍珠呢 小朋友 请发挥你的创造力 继续把故事说下去 看看和书里面的故事 结局有什么不一样哦